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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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社工陈茜茜茜 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雷静 刚刚读小一 雷静 雷静读低班K2的时候 陈茜茜茜 安排她参加四个兴趣班 希望会对升小学有帮助 K1、K2的时候 都已经会带她去一些小学参观 看小学对于小孩的期望是什么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包括小孩需要有语文的能力 又有自信一面 还有在音乐、体育方面 都有不同的发展 于是我都随着这几方面 安排小孩去参加兴趣班 雷静上个钢琴 绘画、跳舞和英文班 她喜欢弹琴 就算现在升上小一 都有继续学 这一晚她们吃完饭 就出去上钢琴班 1、2、3 自己初初都会担心会不会多 不过就看小孩的适应能力 她很喜欢去学 很喜欢去试 而且每一班都是不同的学习 陈佩怡曾经想过 好不好跟其他家长一样 给雷静参加明师画画班 但后来她想起画画的原意 我会觉得画画可以是其中一个 给小孩表达自己情绪 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兴趣 我不期望她学到很多不同的水彩画 粉彩画 我不期望她学不同的能力 反而就是希望她来学会 表达自己 所以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我就不会很 其他家长就说 要学的当然是学最好的 要学的当然是跟一个出名的导师 在幼稚园做社工的陈佩怡 曾经接触过一些很紧张的家长 要小朋友一个星期上七个兴趣班 她们都有帮小朋友 补一些兴趣班之外 又加上一些公开考试 再加上一些证书 仿佛好像一石二鳥 可以既帮助小朋友发展兴趣 又可以帮助升学 因为我想也反映社会气候 就是证书 好像仿佛一个很重要的证明 仿佛就可以帮助她 证明到小朋友 其实她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们只是因为她喜欢 也都没有问过 这个兴趣班学员 会否有证书 或者一些资历的东西可以给我们 我都没有特别想要的一件事 卡文是比较轻松的家长 她和丈夫都坚持 星期六日 不会安排读高班 K3的儿子上兴趣班 我选择了三个人 在学校参加了两个人 分成星期二就参加了考古琴班 星期三就是学校的英文班 星期四就是在外面的中心学画画 尽量希望不要星期六日有活动 不如只陪她去外面 让她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试过 有一段时间 可能星期六很辛苦 大家大人小朋友都辛苦 早起床可能要去学 其实已经没了大半日的时间 卡文带过儿子 参观一些小学的开放日 又周不时和其他家长 谈一下选校情况 她说有时谈得越多 反而心会越亂 去选一间 真的适合儿子的小学 因为那个时间很长 一至六年班 或者你选一间 你自己不喜欢 小朋友又不对 就会很担心 每天都会怕她上学不开心 直知名校英华小学的校长 林满心认为 有些家长报兴趣班 纯粹是羊群心态 你不要别人隔离的屋子 那个星文真是这样 你就觉得 咦 她学三样东西 好处点 可能会什么 我也学 根本不是个星文真的兴趣 那就隆口反着 下一节 会看看英华小学的修生要求 另外 家长可以如何发现 小朋友和自己 是否因为应付面试 已经压力爆煲 又有没有影响到亲子关系呢